这一期我们来勾织一款宝宝开山毛衣 非常适合在明媚的春天里穿 小香风简约时尚 花样柔软实用 而勾织起来比想象中更简单 下面我们开始编织 第一步我们先来编织整个厚片的部分 首先编织90个锁针 由制片的底边开始编织 在最后一个锁针上做一个记号扣 接着返回倒数第五针 在锁针的背面条里扇的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一共勾织五个长针 五针结束 后面锁一针 接着跳过两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微型针 首先挑里扇的一根线 编织一个长针 接着锁一针 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长针 然后再编织一个锁针 这样完成一个微型针 接着跳过两个针目 后面再按顺序编织五个长针 五针结束 接着锁一针 然后跳过两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微型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我们按照五个长针 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一排编织到另外一段 在最后的六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长针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 开始的三个锁针 相当于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锁针上 做一个记号扣 接着后面再锁一针 然后翻转织五 首先在第四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微型针 接着在后面的微型针上 编织五个长针 五针结束 后面的第三个长针上 再编织一个微型针 然后在第二个微型针上 同样编织五个长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我们按照一个微型针 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二排编织到另外一段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 编织一个长针 第三排首先锁三针 在第三个锁针上 做一个记号扣 接着翻转织五 在第一组微型针上 编织五个长针 在后面的第三个长针上 编织一个微型针 在第二组微型针上 编织五个长针 在后面的第三个长针上 再编织一个微型针 这一排我们重复第一排的花样 后面第四排重复第二排的花样 第五排至第十六排继续重复第三排和第四排的花样编织 第十六排结束 这样完成前半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后半部分 首先在第十六排结束的这一端开始 空出九个针目 在第十个针目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然后编织三个锁针 在第三个锁针上做一个记号扣 接着后面再编织一个锁针 在第一组微型针上编织五个长针 在后面的第三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微型针 我们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一排编织到另外一端 左侧的位置同样空出九个针目 在倒数第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五 在第三个锁针上做一个记号扣 在第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在第三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微型针 在第一组微型针上编织五个长针 我们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即可 第二排编织到另外一端 接着在最后的两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第三排至第十四排 继续按照前面这两排的花样进行编织 第十四排结束 接下来我们在织物中间留出后衣领的位置 第十五排首先锁四针 翻转织物 我们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两次 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 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下一个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引拔针 最后将线剪断 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 左侧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着在中间空出19个针目 在下一个锁针的空隙处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中长针 后面继续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两次 左侧的部分完成 最后断线 留出线段作为缝合用 后片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前片的部分 我们首先勾织左前片的部分 一共编织45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五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里删了一根线 按顺序编织5个长针 我们继续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四组花样 第一排结束 在最后一个锁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翻转织物 第二排重复第一排的花样 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进行编织 后面第三排至第十六排 继续重复编织即可 第十六排结束 这样完成下半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上半部分 第一排首先锁三针 我们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一共编织三组花样 第三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后面再编织两个长针 最后空出九个针目不需要勾织 第二排首先锁四针 翻转织物 同样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三次 第二排编织到另外一段 接着在最后一针上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第三排至第九排 重复前面这两排的花样继续编织 第九排结束 接下来我们开始收针编织领口的位置 第一排首先按顺序编织两组花样 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 接着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三个中长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在下一个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空出四个针目不需要勾织 第二排首先将线拉出一段 然后翻转织物 在第一个中长针上编织一个引拔针 后面锁三针 继续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两组花样 第二排结束 第三排首先锁四针 翻转织物 同样按照五个长针一个微型针的顺序 编织两组花样 第二组花样完成之后 我们拆开最后一个长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在最后一个长针上再编织一个未完成的长针 最后勾针绕线 将线一次性拉出 这样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后面第四排至第六排正常编织即可 左针片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右针片 同样利用锁编起针 一共勾织46个锁针 接着返回倒数第八针 在锁针的背面 条里扇的一根线 在这里编织一个微型针 我们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四次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物 重复第一排的花样 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 后面第三排至第十六排 继续重复编织即可 第十六排结束 这样完成下半部分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上半部分 首先在第十六排结束的这一端开始 空出九个针目 在下一个长针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三针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 我们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三次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物 同样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三次 第二排结束 后面第三排至第九排 继续重复前面这两排的花样 编织即可 第九排结束 接下来我们开始收针编织领口的位置 首先在第九排结束的这一端 空出四个针目 在下一个长针上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接着按顺序编织两个短针 然后按顺序编织三个中长针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继续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编织 第一排结束 第二排首先锁三针 翻转织物 在锁针的空隙处编织一个长针 后面按照一个微型针五个长针的顺序 循环两次 第二组花样一共编织四个长针 在锁针和长针上编织一个两针并一针 最后剩余六个针目不需要勾织 后面第三排至第六排 继续正常编织即可 两个针片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袖子的部分 袖子的部分成一个梯形状 一共勾织两个织片 中间依然按照主体的花样进行编织 第一排至第17排 在织物的两个侧边进行夹针 第18排至第23排针数不变 可以根据需求增加行数 这里我们就不再过多赘述 大家根据后面的图解编织即可 织片的部分完成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拼接这五个织片 首先将前片与后片的边缘对齐 利用卷针缝和肩部 肩部缝合完毕 下面开始固定袖子的部分 将前后片以及袖子完全展开 梯形质片的顶部放于前后片的连接处 同样利用卷针缝制 袖子固定好之后 接下来我们开始拼接袖子底边和侧身的部分 首先在袖口边缘的位置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后面锁一针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 然后编织两个锁针 在两行之间的交界处编织一个短针 接着编织两个锁针 后面重复编织 按照一个短针 锁两针的顺序 一直勾到侧身底边的位置 主体的部分拼接完毕 接下来我们开始编织花边的部分 我们以袖口的花边作为演示 首先在袖子第一排起针的位置 开始编织 在这里重新起线 将线勾出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两个短针 后面按顺序编织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环形编织一圈 一共勾织48个短针 第一圈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二圈换红色的线勾织 首先在第一个针目上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后面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接着跳过一个针目 在下一针上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后面继续重复编织 第二排结束 最后在第一个短针上 编织一个引拔针 接着在后面的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引拔针 第三排继续换线编织 在同一个位置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在下一个锁针空隙处 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后面重复编织 每一个锁针的空隙处 各编织一个短针 锁一针 第三排结束 第四排换回主色线 在每一个针目上 各编织一个短针 一共勾织48个短针 现在我们两个锈口的花边就完成了 接下来我们利用同样的方法 在领口 前巾 以及下摆的位置 继续勾置四排花样 花边的部分编好之后 我们这一款宝宝的小开衫 就完成了 最后在领口的位置 缝制一颗钮扣 大家可以在前进的位置 多留几个扣眼 按自己的喜好编织 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到这里 下期再见